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我们对于六祖慧能大师的信心 就会更增加 那么同时我们学佛就会更精进 如果说这些故事都是编的 那你想想看 那你会信吗 今天弄个故事说做个梦 明天又弄个故事 又整个什么井 那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佛教徒干的事 对吧 那么下面 湿游境内 山水盛畜 洞 洁 洁 池汽止 碎城兰若 一十三所 近月花果院 立即四门 对吧 那么当时六祖慧能经常在宝林山各处去游览 每到一个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休息休息 于是就敷衍成阿兰诺 阿兰诺就是出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这些寂静的修行处有十三所 今月花果院立即四门 那么现在称为花果院 根据大明统一制中记载 花果院就是南华寺 那么都是辅属于宝林寺 那么现在统称就叫南华寺 那么下面 七宝林道场 亦先是西国制药三藏 自南海经曹西口 君水而引 香美宜之 为其屠约 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 西原上必有圣地 堪为难若 随留之原上 四顾山水回还 风轮其袖 看月宛如西天 宝林山野 那么为什么 围绕南华寺的地区 叫宝林呢 宝林 意思就是 无上法宝 在此演化 而依法修行的人 如同树木那么多 所以叫宝林 历史上就叫宝林寺 在梁天坚元年 有一位印度的和尚 我们刚才已经有交代 叫制药三藏尊者 从印度坐船 经过南海 来到潮西口 当他 对吧 去吸水饮食 就是捧着那个 潮西的水 就现在 南华寺前面有一条溪 就叫潮西 当他捧着水去喝的时候 水 甘美香甜 那么 他认为和印度 宝林山的水 是一样 没有区别的 这让他觉得 很惊讶 对吧 牙医之鱼 惊讶 对吧 之鱼 他知道 全员上面 必有圣地 一定有最好的 苏圣的地方 可以建庙 就对弟子说 这个水和印度 保宝林山的水 是一样的 去全员处 必有一圣地 一定是非常 苏圣的境地 应该有这样的地方 那么可以建立庙宇 兰若是凡语 翻译过来 我们叫它寂静处 是修行的清静地 对吧 也叫庙宇 或者也叫房舍 但这个房舍 是特殊的房舍 是除家人居住的地方 对吧 就像 今天大家说 方丈 方丈啊 就告诉除家人住的地方 一丈长 一丈宽 就叫方丈 不是官的名字 对吧 后来在维摩接经里边 那么就意味着 虽然住得很 很小 但是他的智慧 已经突破了 这个空间和局限 对吧 所以 那么 期望着 能够住持佛法的人 智慧没有障碍 不受时空的局限 那么这才叫方丈 对吧 那么下面 他就带领着 这一班徒众 来到宝林山 去寻找溪水的源头 他们在黄昏的时候 抵达宝林山 环顾四周 山清水秀 风景 优美如画 清澈碧绿的山水环绕 是修行的最佳之处 于是 智药尊者 就赞叹说 这山 真像天主 宝林山 应该给他取名 叫宝林道场 所以说 南华寺 又叫宝林寺 对吧 又叫曹西 对吧 韩国有一个最大的佛教宗派 就叫曹西宗 那么是禅宗的传承 那么下面 乃为曹侯春居民约 可与此山建议反差 一百七十年后 当有无上法宝 于此演化 得道者如林 一号宝林 十 韶州墓 侯境中 以七言 具表文奏 尚可欺请 赐 而为宝林 遂成繁公 盖始于 梁天间三年也 那么什么意思呢 当地的村落 叫做曹侯春 是三国时代 曹操的后裔 所以 制药尊者 就对当时曹侯春的居民们说 你们可以在这样的一座山上 建一座寺庙 一百七十年后 讲有无上的法王 在这演说庙法 那就意识着 是六祖慧能大师 要在此讲经 那么作为一方的教化主 那么叫教化一方了 到那个时候 开悟得道的人 讲多如树木 所以 这座山 应该称为 宝林山 这无上法宝 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 在宝林 祝希 以及弘扬佛法 教化众生 可见 制药三藏 是一个预言家 他能够看到 一百七十年后的事情 前边 在光孝寺 他栽了一棵菩提树 也预言了 那样六祖慧能 要在这弘扬佛法 那么在此 也预言了 可见 这个印度和尚 还了不起 当时的 当时的韶州刺史 韶州牧 叫侯敬忠的 他把制药三藏尊者 说的话 据表彰 上奏给 梁朝的皇帝 对吧 皇帝就批准了 这件事 梁武帝 应该信佛啊 对吧 一听 好啊 这是好啊 对吧 就批准了 皇帝一旦信佛 那这个佛教的事 就好办 皇帝如果不信 那这事的确不好办 并四号为保林 于是在梁天坚三年 也就是公元504年 成立这座 对吧 现在的南华市 当时的保林市 那么有一次 外道 想把六祖大师 置于死地 这个 一千多年前 比现在的佛法 比现在的人心 都要好 但那个时候 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么外道 要把他置于死地 就放火烧山 他们把南华市 和整座山 都点着了 六祖大师 在山上 坐在石洞里 因为那个石洞 就只能坐一个人 结果没有被烧死 而一般的外道 却以为 对吧 就他死定 没死 对吧 外道非常失望 非常的遗憾 对吧 为什么希望他死啊 他死的 邪直邪剑就盛行了 对吧 追名逐利的人 就会得势啊 他不死 那些人就不甘心啊 所以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对吧 所以大家想想看呢 身为祖师都会有这么多利源 这么多 对吧 磨难 对吧 有一些外道想来伤害他 当时神秀大师 有一些不听话的途中 我们不能说神秀大师 这个人不好 但是 有一些个不听话的弟子 不平衡啊 你偏什么呀 他刚来就把那个 那个衣钵传给他了 对吧 我们的师父在这里待了多少年呢 对吧 好像他认为 你长胡子的 年龄大的就可以了 你这个是不行的 对吧 有志不在年高 无志空火百岁 对吧 那么就想把祖师的位置 对吧 衣钵抢给 抢回来 然后供养给他的师父 也道南皇室 对六祖大师不利 想害死六祖慧能 对吧 想把那个 那个家伤 把他夺回来 对吧 不仅仅六祖大师 活着的时候 有人要伤害他 甚至圆寂的时候 还有人要请他的头 回去供养 对吧 所以韩国 就来了一位叫做金大碑的 想要请他的头 因为祖师的德行和智慧 上去发生这种灾难 那么我们今天后人的修行 怎么样 你会难免会有磨难的 难免会有障碍的 而且这个磨难和障碍 恰恰是要成就你的 对吧 韩国人今天还说 说六祖慧能那个头啊 已经不是那个了 在韩国 那是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是一厢情愿的 宗教的事很复杂 往往都头脑发烧 头脑发烧 强烈的发烧 发烧到一定程度 怎么样就会胡来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 面对的修行的环境 应该这样讲 不会比唐朝的时候的 十节姻缘更好 更顺利 所以你千万不要指望 所以今天我们一帆风顺 对吧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有准备 去锻炼和训练自己的心性 使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 充满五足恶势的地方 来历史恋心 来茁壮成长 对吧 这个才是 才是理性的一种选择 对吧 那么在当时 神秀大师因为所作的祭诵 被六祖大师认为 没有合格 因此愤愤不平 一定是在言语之间 表露过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他的途中 听到这种理论 当然就 要把你一步抢回来 抢回来的时候 就会不择手段 对吧 我们去分析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 也没有理由去指责什么人 我们只要去反省自己 我想这个就足够了 对吧 如果我们去指责谁 我觉得 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讲经 讲经就是要对照自己 来反省 来改变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发心 如果我们今天 出去之后就说了 哎呀 这个佛教里 还有这样的事啊 那我干脆我不信了 你不信就更没有希望了 对吧 我今天要说的都是实话 你信了都不见得有多少希望 对吧 因为你的那种意志力 信心都不够坚定 那么如果你要不信呢 那么请问 哪里有多少希望 对吧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与六祖大师的德行 神秀大师的修行 本来不应该发生矛盾和冲突 可是这些徒众唯恐天下不乱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 出家人 对吧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性的讲 出家人和出家人之间 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 对吧 但是呢 有好事者 唯恐天下不乱 怎么办呢 对吧 就会来上你这嘀咕 那个师父说你什么了 对吧 然后你再表几句态 然后他又上那嘀咕 说那个师父说你什么了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的 对吧 这种张家常 李家短 三只蛤蟆 五只眼的 这样的信徒 我告诉你 一定是破坏佛教的 大家要提高警惕 对吧 传播流言非语 传播是非的人 一定是最可恨的 对吧 所以往往都是 那个师父都 都都害在这样的人身上 对吧 所谓的那种啊 那种关心 那种爱护 往往都把它害掉 对吧 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吧 那么 这都是阴差阳错 也是佛教 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污点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安慰自己 对吧 沧海横流 方剑英雄本色 对吧 没有磨难 不能成佛 都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我们想一想看 又有多少人能够经得了这些磨难 又有多少人能够消化得了这些磨难呢 没有多少 所以呢 那请我们大家不要为别人的修行路上设置障碍 对吧 所以我一再提醒说 听经的时候 不要讲话 不要让手机响起来 其良苦用心 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对吧 不要去打扰别人 别人的抵抗力没有那么好 对吧 那此时我要不说 那请问让谁来说啊 谁都不好意思说 谁也不敢说 说了你也不服气 只有我冒傻气 我也不怕你 你你你愿不愿意 我管你愿不愿意 反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对吧 所以佛教啊 因为这样的污点 因为这样的障碍 怎么样 发展得不够好 对吧 政治正见 坚持得不够好 邪知邪见的泛滥成灾 这就是现实啊 所以正所谓好事多磨呀 大家怎么样啊 经历过之后啊 应该珍惜真正的佛法 那么如此看来 在唐寨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难怪 现在佛门里边 对吧 我们不避讳 有勾心斗角 有真名足利 对吧 宣兵夺主 对吧 你本来是君士 非得要去弘法 各种各样的故事多了 对吧 宁夏的君士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塔 就不归于身 对吧 二宝局势 奇怪呀 你怎么弄成二宝了 你弄成二宝了 你怎么办 对吧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 所以是值得我们呢 警惕的 不要斗了 不要互相是非了 我们内力的消耗 把自己的反身会命 掌送了 所以到了今天 就在佛教里边 也常常会发生 这样的问题 对吧 你是想要让大家正知正见 别人心里就闹心啊 闹心怎么办呢 对吧 就不让你正知正见 对吧 不让你自己 大家你过好日子 不让你自己好好学佛 那么到底呢 怎么办呢 那么那信徒都懵了 那么一会儿他说这样 一会儿他说那样 那法师我听谁的呢 我说你听佛的 对吧 听人的 要麻烦你 对吧 佛说的 祖师大德说的 对吧 他说他也开悟了 他也成佛了 瞎扯 对不对 他说开悟了 开始成佛了 我告诉你 那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对吧 那又当如何解释力 对吧 所以大家要冷静 不冷静很麻烦 对吧 所以佛教不需要 再互相摧残 不需要内力消耗 那更不要 什么 你死我活 那不瞎扯吗 对吧 再这么干 佛教 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在末法时代 要提醒大家 是 人末不是法末 是人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最根本的 就是人性的问题 人性的问题 不解决 佛教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自己 也不会有出路 修行也不会有任何消息 所以白忙活了一场 难道不是吗 对吧 所以说 这样一个时代 诱惑太多 道德 信义 淡破 不讲道德 不讲道德 不计较我 那怎么办呢 大家 把握自己吧 对吧 为什么要争 为什么要争 末法时代 斗争坚固 正法时代 信心坚固 像法时代 塔式坚固 大家拼命地 找他 还要找佛像 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末法时代 斗争坚固 大家就互相斗 对吧 为什么要斗 就是人人把利欲 把名利 看得 非常之重 把钱 把权利 看得太重 对吧 把道义 看得太大 把责任 看得太大 不计后果 那岂不是麻烦 说话 想说就说 让他白货 对吧 我曾经看了一个和尚 而且只认了天 我告诉别的居士 别的居士 要傻的喝的 对吧 我让他下雨 他就下雨 正好当时就下雨了 一会儿晴天了 他就说 我让他晴天 他就晴天 旁边的居士 崇拜的不得了 哎呀 师父 我给你顶你呀 对吧 我说你冒什么傻气 对不对 他在忽悠你 他在骗你 那个人瞅着我 翻了翻了白眼 我说你瞅我干什么 我说的不是真话吗 对吧 你跟他下白 为什么 你想想 你良心在哪呢 对不对 我们其实不考虑这些 能行吗 你先外面找什么 你内心里不反省 对吧 所以这样的问题 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吧 光图热闹 热闹的地方 哪有什么真理 对吧 市场热闹 你上市场上去吧 对吧 所以吧 互相尊敬的德行都忘了 我们固然要提倡 僧战僧 佛法性 对吧 所以互相之间 要捧场 要互相赞叹 不是互相拆台 但是他有个底线 对吧 你可能骗人 我说 哎呀 你骗得真好啊 你真很厉害 但我得跟你学习呀 我告诉你 谁遭殃 谁倒霉 我告诉你 大家全都倒霉 全都得做地狱 难道不是吗 对吧 如果有人喊你一嗓 是在拯救你 不是在害你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是 已经很严重了 值得我们大家注意 所以现在的佛教里 经常会发生 这样可悲的事情 那么 所以我们怎么样 身为佛子 当作佛士 佛士是什么 经典里告诉我们 对吧 一法无一人呢 对吧 要有智慧 这个很重要啊 对吧 一定不要把 佛教里的混字 虫子 对吧 不要把佛教里的败类 包括假和尚当真的 你就麻烦了 对吧 记律说 对吧 我们 记律说什么 说 魔王不寻 扰乱佛陀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怎么办 他就告诉我 佛陀 说我现在 我哪里没有办法 但是将来 我的魔子 魔孙 穿你的衣 吃你的饭 拜你的发 这个 旧如 我刚才说的 狮子身中虫 自食 狮子肉 就是 你自己 把自己害了 不是别人害你的 谁能把你害 就自己家人 把自己家人害了 对吧 我们家里都 有一点什么事 对吧 有一死悬一将 跟外人 突突突突突突 对吧 外人就觉得 哎呦 这是很大了 其实没有什么事 哪有什么事 对吧 有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对佛法不感兴趣 你跟他讲经 他要睡着了 对吧 你要去讲是非 他眼睛瞪得像包子似的 他听 对吧 然后就出去去宣传 哎呀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前几天就说了 哎呀 这静波要死了 这种东西 对吧 静波拿跑了 七百万 这种东西 对吧 谁说的 我听他们说的 你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 我告诉你 没找出来 就是你说的 你吓死人 你脑袋笨死了 跟着别人 别人指挥你怎么干 你就指挥 你就怎么干 对吧 如果我真的干了坏事 我还有资格坐在这里吗 对吧 你脑袋笨死了 对吧 你要学什么佛 一点用都没有 对吧 他还不服气 有什么不服气 好心 什么好心 好心哪也是这样的 对吧 我总看不出来 你好心 对吧 这个问题 这很复杂 所以说 佛教徒 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 他就跟他胡闹 对吧 你明辨不了是非 看不透真相 对吧 人家弄个小故事 弄一点什么玩意 你马上就懵了 人家在凡事 天津有个居士 对吧 何以个居士 去上那个凡事大神宝店 那个店里那盒上 会撒戏法 对吧 他进来之后 他就把那个手指头 往中一牵 那三个手指头就冒烟 哎呦 居士都懵了 哎呦 师父啊 你活佛呀 对吧 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另一个就比较 对吧 比较冷静 你那冒烟 你怎么冒的烟啊 对不对 你那手指头冒烟 有啥用啊 对吧 你冒烟能当饭吃啊 你瞎扯 人家自己就走了 对吧 我非常佩服那个局势 对吧 什么叫政治见 那不要被眼前那个假花火给迷惑了 这就有抵抗力 对吧 要不然你不完了吗 所以我们怎么样啊 一定要正知正见 对吧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言行 跟佛法尽量去相应 不然你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呢 不要自己冒傻气 不要自己上当出骗 同时也告诉别人 不要上当出骗 对吧 不要自己呢 侮辱歧途 所以啊 我们如果不明白 那你怎么样 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浪费了自己的撒身晦眉 同时也把自己害了 把别人也害了 原来到底 原来到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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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